台股当中有台积电不断的创下新高 而美股当中看到创新高的是在苹果的股价 苹果不只在彩报交出亮眼的成绩单猜测之外 这次新品启发官网意外发表了新款AirPods Pro 这主动的降噪功能大幅度升级 但是售价有点贵 要7,990块钱 白色流线圆弧造型看起来像一台小型吹风机 苹果新无线蓝牙耳机AirPods Pro惊喜现身 不只宣传影片曝光 官网也火速上架新品 今年主动降噪功能大升级 主打在聆听音乐或打电话时能过滤噪音 目前看来维持白色款式 售价7,990元台币 今年来说啊 不管是Sony也好或Boss也好 他们都一直在强调他们自己的主动降噪有多厉害 也就是说苹果这一次呢 他把它拉进来以后 我个人觉得他在主动降噪上面呢 也是想要拼一个至少一个四战率啦 所以他这样无预警上架 我个人是觉得蛮惊讶 因为呢 我本来以为是明年春季才会正式上市 台湾官网虽还没有上市日期 但意外亮相也让市场压异 美国官网则已公布发售时间10月30号 外传还将发售其他包括更新版的16寸MacBook Pro 新iPad Pro等新品启发 新iPad Pro外界预期最大亮点就是搭载与iPhone 11相似的三镜头模组相机 另外MacBook Pro也有望更新至16寸 不过售价可能将飙迫台币9.6万元 也将成为史上最贵的苹果笔电 我觉得那个以iPad Pro 它以三镜头的使用上呢 我相信消费者会觉得它毕竟是一个平板 你把它更新到三镜头 我相信把它放到明年当一个亮点会比较好 那反而呢 我觉得16寸的MacBook Pro更新 我觉得这是好事 因为呢 你可以看到它接下来的Mac Pro 也是这个时候应该也是要上市了 只是说不管16寸也好 或者是我说的Mac Pro 我个人觉得那个价格 以台湾来说 大家接受度可能没有到那么高 抢工年底圣诞节商机 除了苹果新品齐发 微软Surface系列 Google手机Pixel 4 到亚马逊Elisa各类装置 品牌场火力全开 也为台湾代工厂大天柴火 包括AirPods主力代工厂音叶达 以及路商力讯哥尔 iPad MacBook代工厂 红海人宝广达 就看瓶盖族群能否趁新品热度 一路旺到年底 记者陈宇万俊良台北采访报道 好就连瓶盖股都在持续的轮动当中 这一波呢精准的掌握到 红海从低档的反弹上来 那最近呢看到包括连台郡 就比较位阶低的都开始做跟着 那除了瓶盖之外 很多人在看说像是大力光啦 像玉金光啦 有一些光学族群过去是很活泼的 但陈老师我们看一下这一波 我们看玉金光啦看到这个阳明光啦 过去可能是很活泼的股票 这一次好像比较有点脱对了 的确喔 其实我认为啦像股王大力光 涨到这个位置区来看 当然它是已经属于到 营收的一个尾声 应该可以说啊 应该要怎么说 应该说它是已经事先反应过了 整个瓶盖股来讲 其实最先反应的可能就是在 大力光跟玉金光这两栏股票 我们时间把它拉长一点来看 或者是用周线来看 你可以看到说 其实它从年初的部分就开始就反应了 这是大力光的现行 年初差不多四五月的时候 是最低是多少2800多块 所以它从2800多块涨上来 然后涨到这个时间点来看 当然已经它已经率先去做个反应 这样一个提债 因为毕竟来讲到 其实大力光它的一个营收 有一个特性就是在于说 差不多二三月那时候是低点 那低点之后呢 逐月的它会爬升上来 尤其是今年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是又有华为的一个订单 所以反而以往三四月 还算是淡季的时间点上面 它反而营收就率先拉升上来了 所以营收拉升上来的时候 它股价相对的也就爬升上来 到这个时间点已经到10月份 11月份了 所以反而它的高峰 就差不多是在这个时间 10月份11月份 应该就是营收的一个高峰 所以反而干到这边来讲的话 法人它就不会再去做一个 大幅买进的动作 因为接下来就会有些利空讯息 反而股价来讲可能会面临修正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光学股 我给它第一个 当然营收借零高峰后将走跌 不管是大力光业 不管是玉京光业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迹象 所以涨幅它已经领先了 业绩率先去做一个表现 所以反而我认为大力光跟玉京光 接下来来讲 你可能要留意到 这时间点会有大户调节的一个卖压 那其他的光学股 为什么今年没跟上来 最主要的是有几档股票 是办宪征 包括像新巨科 新巨科办宪征来讲 其实办宪征会有 这个所谓大股东 卖老股去认新股 这样一个动作 这宪征价格怎么定 宪征价格来讲 一般是以三个月 就是要除息之前的三个月 去抓一个所谓的价值点 去做定价的一个动作 所以一般来讲 它都会有溢价 差不多是 它就在溢价三层之内 所以一般来讲 它溢价会比较高 因为现真来讲 你没有溢价比较高 人家比较不会去认 所以一般来讲 如果说以现在价格 可能是120块 它可能就定90块附近这样子 所以它会有一定的价差 使得会卖脑股 去认新股的一个动作出来 所以以今年来看到 包括新巨科 包括最近的一个郁金光 郁金光来讲 也是现金增资 它现增资在355块 对 所以你看到说 最近的郁金光 也是涨不上去 道理也是在这边 而且最近的郁金光 你又发现到说 过去这两三个月 只要营收 它营收是创新高的 营收一公布创新高 股价当天都是开高震荡走低 获利创新高 反而当天股价来讲 也是开高震荡走低 代表说 已经是有法人 在做一个调节的 那其他的光学股来讲 今年一个比较不好的地方 是在于说 他们获利是衰退的 包括像你刚刚提到的 这个阳明光 阳明光来讲 它获利反而是衰退的 所以你看到说股价 反而最近都完全没有表现 就是因为业绩上面 没有起色 所以股价来讲 也没有办法给它 一个很好的反应 所以光学族群 涨到这个位置去 可能就会有一些 所谓的比较修正的压力 在这部分来讲 可能法人的操作 有个偏向也比较保守 好 过去其实看到 这万点行情 因为光学股股心很活泼 我们刚刚提到 大力光 浴金光 比较高价的之外 其实很多价格比较低的 股价很会涨的 您则这一波 怎么大家就忘了它们 对 应该这样讲 其实刚刚汉晨老师 有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以这个 所谓中低阶的 光学类股来看的话 其实今年都面临到 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那个营收表现 其实并不是很影响 那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形 当然其实很简单 因为大力光 它这个技术那么高 所以它赢家全拿 它就把所有的市场 高阶的市场 全部给它分掉了 但高阶市场分掉之后 原本过去的 那个光学类股 中小型的 它可以去接 那个中阶的市场 但现在又面临到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虽然说这个 目前全球没有人 可以跟大力光竞争 高阶镜头的手机的市场 但是在中阶的部分 包括了中国的欧飞光 包括了像是顺宇光 现阶段其实都有 开始陆陆续 接到一些大厂订单的时候 当然它就会排挤掉 原本这个 我们国内一些 中小型类股 它可以接单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就是说如果说 以营收的角度来看的话 从目前公布的 这个9月份营收 因为已经出来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第三季的营收 你可以看到大力光跟预金光 它们都这个 在不论是计增率 或者是年增率的部分 它都有呈现大幅度的成长 那当然股价之所以没有涨 其实刚刚汉诚老师有谈到 包括现正的问题 包括股价率先反应的问题 但是你看下面的 包括这个礼拜 稍稍有稍微动一下的哑光 它其实在季跟年的部分 它其实都是呈现了双衰退 然后新巨科的部分 一方面有这个现正82块8 一方面你可以看到 它的一个季的一个成长 它也是呈现一个下滑 这个是一个很 比较特殊的状况 就是说原本过去电子类股 它应该第三季是旺季 所以你的第三季营收 应该会比第二季呈现成长 结果它反而呈现了 一个比较下滑的态势 这个都是造成它股价 没有办法往上攻高 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 那包括阳明光跟金国光 你看金国光那个Mars计划 火星计划 就是四个大的客户 这个英文缩写 把它组成的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事实上你看到 它喊了那么久 结果它的营收 其实跟去年同期做比较 它也没有出现一个 比较大幅度的成长 所以我觉得最主要 股价没有动的原因 还是跟它的基本面 是有关系的 而且另外有一个问题是 在今年实际上 应该说这个 从这个9月份 10月份开始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全球都在打 所谓的一个诉讼战 那之前有那个 Global Funt 去告台积电 它告到一代 对对 那后来和解了 和解台积电就300了 但你看大力光的部分 它其实在最近期 它也有发动相关的一些 这个所谓的诉讼的一个 这样的控告 包括控告那个先进光 那先进光的部分是 之前就被告过一次 那这一次又再一次提起的时候 事实上 我记得上一次官司的判决 我记得那时候 罚款的金额好像以这个 先进光当时的那个 财报的现金流量 甚至其实还不够 当然这个后来都还会有上诉 就赚的还不够赔 对对 它还有上诉的条件 所以倒不会说 立刻有对公司造成实质的影响 但是你想嘛 就是先进光也被告 然后新聚科也被告 所以大家就会想说 我如果客户 我就会想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万一最后这官司 他真的判下来 好像有卫报弹 对 他就是判说 判说这两家公司败诉的时候 对于公司来讲 当然那个要赔多少钱 那是一回事 但是我的东西 会不会因此而没办法出货 因为你看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那个诉讼站当中 你看Global Funding 就是告台积电说 因为台积电 用我的那个侵犯我的专利 所以用台积电生产出来的金额 你都不能够在市场上销售 所以以这样的角度来看 其实光学 它也会有一样的概念 就是大家会去思考 会不会对于后续的 一个造成影响 所以我觉得 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包括了营运 它的基本面 的确是没有成长 包括了诉讼站 我觉得这个都是 对于这一波光学类股 可能没有办法带动股价 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好 所以今天很清楚的 告诉大家说 光学股为什么这一波 有一点拖对 第一个有一些公司的 现增价格定的问题 再来看到包括 像是在官司的问题 基本面不好 尤其最近呢 是密集反映在 第三季的财报 下个礼拜回来 又要反映在 10月份的营收了 所以现在回归基本面 要带大家继续关心 稍后回来 我们带您继续扫描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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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